昨天早上,我去菜市场买菜,刚刚走到半路,有一位大业在卖桃子,他的桃子看着十分的新鲜,我随手就买了三斤。 买完桃子之后,我又骑着电动车到了菜市场门口,正准备往里面进的时候,忽然听到旁边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叫了过来。 静,是你吗?你来菜市场买菜了? 听到这个声音之后,我急忙从电动车上面下来了,随着声音望去,在菜市场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,上面摆了几筐子桃子。 在三轮车的旁边站着两个人,一位身材高大的陌生男人。 那个男人胖乎乎的,满脸都是汗水,正看着我这边。 在那个男人的身边,有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,这个女人四十岁左右,她脸黑黑的,可能是太热了。 她的头发粘在脸上,不停地冲着我笑着,看到这两个人之后,我有些疑惑,这两个人都是陌生人,他们为什么叫我的名字? 我快速地看了一眼,身边去菜市场的人很多,看到这些之后,我当时就想和我重名的人太多了,估计他们两个人在叫我身边的人,于是我就准备走了。 谁知道,那个女人看到我不理她,急忙从三轮车那里跑了过来,一把拉住,我的电动车说道,静,你不认识我了。 我是李梅,我刚才叫的就是你。 听到这些话之后,我仔细地看了看那个女人,果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,特别是那双大眼睛。 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,老同学李梅。 李梅看到我停住了,她拉着我的胳膊说道,静,我看着就像你,咱们这么多年没有见,我也是凭着印象叫你了一句,也不敢确定是不是你。 现在,仔仔细细地看了看,真的是你。 因为我听说你住在这里,从早上开始摆摊的时候,我就注意着路上的行人,想不到还真遇到了你。 你今天也去买了桃子,看着你买的也不多,一会儿我给你装一大袋子桃子,你们家里是不是种了很多的桃子? 我好奇地问道,我们家的房子后边有两棵桃树,今年结了不少的桃子,今天早上,我和丈夫把桃子都摘了下来,我们从来也没有出来卖过桃子,今天卖完了,明天就不来了,这个电子秤还是借邻居的。 听说你们这里桃子卖的价钱高,路途虽然远了很多,但是只要能多卖钱就行。 所以我们早上很早就从家里出发了,想着来这里卖桃子,只是今年的桃子不好卖,我们来摆摊的时候,就看到街上有好几个卖桃子的摊位。 咱们两个人真是有缘,我只是来卖一天的桃子,就遇到了你。 李梅笑咪咪地说道,咱们两个人这么多年没有见过,中午你们去我的家里吃饭吧。 我赶紧说道,谢谢,不去了,我们几个人说不定中午就把桃子卖完了。 李梅小声地说道,爸爸,油条我吃不完了。 正当我和李梅说话的时候,一个孩子的声音从后边传了过来,我顺着声音看去,发现在李梅的三轮车后边走过来了一个小女孩,那个小女孩大概四岁左右,她齐而短发,脸上到处都是脏。 小女孩的左手拿了一个不锈钢碗,碗里还剩下了一点豆腐脑,右手拿了一小段油条。 那段油条很少,小女孩紧紧地攥在手里,如果不仔细看,根本就看不到那段油条。 看到这个小女孩穿的衣服,让我愣住了,她竟然穿了很大一件短袖,那件短袖一直盖到她的膝盖那里,并且那件短袖还很脏,一看就是大人们不要的衣服。 李梅牛脸看了一眼丈夫,随口说道,这是我的小女儿田田,我的大女儿今年已经上高中了,今天田田在家里也没有人带,我们两个人出来卖桃子的时候,就把她也带了出来,还没有卖一斤桃子,她就想吃豆腐脑。 我只好给早餐店的店家说了一些好话,给她买了半份豆腐脑,又买了一根油条。 田田现在还小,她穿着我的短袖,就像是裙子一样。 李梅看到我在看着孩子穿的衣服,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,看到天气那么热,孩子也是满头大汗,我就想着把孩子带到我的家里,让孩子凉快一些, 让李梅和她的丈夫在街上卖桃子。 但是孩子从来就没有见过我,她和我十分地陌生,看到我就急忙躲到了李梅的身后,十分害怕地看着我,也不让我拉她的手,我也不再想这件事情了。 后来我和李梅聊了几句,互相又留了电话,李梅就拿了一个袋子对我说道,这些桃子都是我们家种的。 吃着又脆又甜,我给你装一袋子。 看到李梅开始给我装桃子,我急忙骑着电动车向着马路上走了。 任听舒梅在后边怎么呼喊,我都没有牛脸。 因为菜市场门口的人太多了,我骑着电动车进菜市场,根本就走不了,如果转身向着马路走,很快就走了。 再说了,李梅一斤桃子还没有卖,我怎么能要她的桃子呢? 昨天我没有再去菜市场买菜,而是直接到了超市我买了几样简单的菜,又买了一只烧鸡和两斤大虾。 后来路过服装区的时候,顺手又买了两件粉色的小裙子。 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,已经快十点了,我不敢耽误时间,就开始抓紧时间做饭了。 因为我想着中午十一点就把饭做好,准备给李梅一家人送饭,我觉得如果送得晚了,估计李梅一家人就走了。 在厨房里面做饭的时候,我思绪万千,好像又回到了上学的时候。 李梅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,她长得又黑又瘦,平时少言寡语,学习成绩也不好,她一直坐在教室后边,和我们也不怎么说话。 李梅的衣着一直都很朴素,有时候她穿的衣服还有些脏,有的同学看到了都会离得远远的。 李梅在班里,也没有朋友,让我注意到,李梅是在那年冬天的时候,元旦的前一天,老师让同学们明天来学校的时候,可以带一些零食去学校。 那天班里有节目表演,在三十五年前的农村,根本就没有什么零食。 我向父母要了一元钱,在学校门口买了两包瓜子,剩下的钱又买了几个糖果。 等到了学校之后,大家就开始互相换着零食吃,有的同学带了橘子,还有的同学带了苹果和饼干,总之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,互相让对方尝尝自己带的零食。 忽然我听到了一个人的哭声,还有我们班的小胖在大声地说着什么。 我急忙走了过去,看到李梅正趴在桌子上面哭,坐在前面的小胖大声地说着,大家都不要吃李梅带的烤馒头,因为我家和李梅家是邻居,他带的烤馒头都是从市里的饭店拿回来的,都是别人不吃的。 前几天,我还看到李梅的奶奶拿了几个馒头在院子里面晒那些馒头,都是半个馒头。 听到这些话之后,我仔细地看了看李梅梅的桌子上面放了一个纸包,里面有一包馒头,那些馒头都切成了一片一片的,看着就很焦,一定也很脆。 在三十多年前,我们这里的农村,许多人家都是吃的玉米面和红薯面,一年也吃不了几次白面馒头。 但是,班级里面像小胖的有钱人家,他们都是吃的白面馒头。 我走到李梅的面前,拍了拍她,李梅满脸泪水地仰起了脸,她哭着对我们大家说道, 我一奶家在市里开了一个饭店,这些馒头都是从市里拿来的,但是这些馒头都是干净的。 昨天晚上,我奶奶在家里烤了很久才做出来的,真的很好吃。 我奶奶也没有钱,她让我今天来学校的时候,把这些烤馒头带来让同学们尝尝。 听到这些话之后,我拿了一块馒头放在嘴里咬了一口,真的是又脆又好吃。 于是我就牛脸对大家说道,大家可以来尝尝,这些馒头,真的很好吃。 有两个同学也好奇地拿了一块开始吃,我急忙去座位上面抓了一些瓜子和糖果,放到了李梅的桌子上面, 李梅满脸,感激地看着我。 从那天开始,李梅看到我之后都会笑咪咪的,要知道在学校里面,李梅一直都是低着头,也不和大家说话。 那天,我没有见到李梅的父母,只见到了李梅的奶奶。 在厨房里面小心翼翼地切着一些馒头,那些馒头都是不规则形状,奶奶正把馒头切成片,看到这些之后,我马上想起来了小胖说的话,估计这些都是李梅的乙奶送给他们家的馒头。 自从去过李梅的家里一次,我在家里只要有好吃的,都会给李梅送一些,虽然我们两家离得很远。 后来我们都上了初中,只是我们两个人没有分到一个班里面,李梅初二还没有上完就回家了。 听说她先去市里乙奶家的饭店帮忙,后来又去外地打工了。 从那个时候开始,我再也没有见过李梅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这么多年过去了,想不到今天在街上遇到了李梅,想到这么远来卖桃子,我决定先提前给他们一家人做一顿饭,回家之后再做我们全家人的饭。 我先把米饭蒸上,随后又快速地炒了四个菜,用一次性的碗成了三碗米饭,把那些菜直接放到米饭上面。 因为菜有些多了,我又用一次性碗,单独成了一碗菜。 我把饭菜用一个大袋子装好,烧鸡和大虾单独放在一个塑料袋里,带上两件裙子,随手又在冰箱里面, 拿了三个冰糕,就急匆匆地骑着电动车向菜市场赶去。 因为平时家里准备的有一次性碗筷,这个时候刚刚用上,没有别的意思,主要是想着不让李梅再回来送空碗了。 想到李梅的女儿,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要那些桃子,李梅能多卖一些钱最好了。 李梅看到我拿了一大袋子饭菜,她十分地吃惊,特别是李梅的女儿,她看到那两件裙子的时候,脸上已经笑成了一朵花, 拿着裙子不停地跳着叫着。 李梅赶紧拿过来了一个大袋子,我看到她又准备给我装桃子了,就急忙骑着电动车离开了。 昨天的天气很热,我吃完饭之后就开始午休了,一直到下午三点多的时候,电话忽然响了起来。 我拿起来一看,竟然是李梅打给我的电话。 静,我的桃子一直到现在才卖完,明天我也不来,卖桃子了。 咱们两个人难得见这一次面,今天都留了电话,咱们两个人以后要经常联系,我给你挑了一袋子桃子。 都是硬桃子,也能放几天,想着让你来这里取,你肯定也不会来取。 我把这袋子桃子放在菜市场门口的粮油店里面,一会儿太阳下去了,天也不热了,你来取走就行。 我现在回家了,你记得来取桃子啊? 李梅在电话那头大声地说道。 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,李梅已经挂了电话。 我想着打电话让他把那袋子桃子卖了,但是无论如何也打不通了,估计李梅一家人已经开始回家了。 当我到粮油店拿起来那袋子桃子的时候,我的眼眶已经湿润了一味。 那袋子桃子又大又红,每一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。 我估计李梅在卖桃子的时候,她把这些好桃子都挑了出来,给我装了满满一袋子。 我知道,从那个时候开始,我和李梅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 我们以后的人生路还很长,我和李梅接触的时间也很多,在这条满满人生路上,我和李梅相识相知都是缘分,我们以后一定要彼此帮助,彼此鼓励,相扶相持,度过此生。